说到高圆圆,相信很多网友都不会感到陌生,她是十足的气质女神。 当初的周芷若让观众们印象深刻,其实,高圆圆是被广告公司发掘出来的美女,凭借大量的商业广告走红,后来进入娱乐圈发展,因出演以天图隆记,说到广泛关注,事业可谓是一番风水。 曾经高圆圆参加了百合小姐选拔赛中,获得了首届中国百合小姐称号,可以说非常有实力的明星。 她的感情方面,在她大红大紫的时候,却选择嫁给了跑龙套的男人,那就是我们男神赵又廷。 高圆圆不在乎男友没有自己红,依旧嫁她未妻。 赵又廷与高圆圆现如今结婚五年,可是肚子依旧没有动静,但赵又廷的事业却不断的上升。 赵又廷与杨幂出演的《三生三世》,让沉默许久的赵又廷彻底走红。 赵又廷也成为众多女观众心目中的男神,当初虽不被看好,被网友说配不上高圆圆,但时间证明了她配得上高圆圆这位气质女神。 走红的赵又廷,遇到被罢克申罢感情史,原来赵又廷曾经与张俊宁有过一段恋情,这段维持了两年的感情最终枯萎。 前女友张俊宁出生于书香世家,满身都是书香气息,并且还被娱乐圈称为影艺圈女学霸,以及被网友认为台湾第一气质美女。 赵又廷当初为何会和张俊宁分手,据她的好友说,赵俊宁是非常好胜的女生,谈恋爱喜欢主导,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。 曾经赵又廷多次向女友张俊宁提出公开恋情,可是最后她都拒绝,赵又廷对张俊宁这段感情也萌生了退役,却遇到了高圆圆并且把她娶回家。 前段时间,张俊宁出演的《海上墓云记》,高延时的《雨精湛》的演技,受到观众们热爱,被网友夸赞演技好,气质出众,反倒是越来越年轻了。 身子窈窍,曲线迷人,据她在跑南上爆料,平市场和心理查,淘宝上罩,看她身形火烂,找来生了几周,小肚子,已经没了,难怪受到网友的热捧。 不过,张俊宁到现在也没有传出新的恋情,而赵又廷已经与高圆圆结婚五年,高圆圆与赵又廷一直被网友关注,尤其是生育计划。 不过赵又廷曾经参加金星秀也到处迟不要孩子的原因,是赵又廷事业起步阶段,不愿意让孩子影响到事业,所以就推迟了要孩子的想法,而妻子高圆圆也支持她的想法。 不过,当初高圆圆把幸福赌到赵又廷身上,算是赌对了,如今她已经成为,骗筹资源不断。 很多网友也说现如今,是不是动动计划生育了,也是期待着女神与男神的组合,更期待着他们的孩子颜值。